最近,除了遥遥领先令人失望的华为之外,以技术控文明的小米也凑热闹似的登上中国热搜。此次事件被网友们戏称为小米热水器门。一名网名为新疆大表姐的视频博主在社交媒体上抱怨,她在今年4月购买了一台小米的热水器,结果发现这台热水器无法正常工作,每次打到最热时就会自动熄火。 她多次联系小米的客服和售后,却遭到了推诿和敷衍,最后她只能放弃维权,另外购买了其他品牌的电热水器。 这位消费者的维权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同情,很多人纷纷留言表示,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小米的大家电质量差,售后服务也差。 有网友称,小米的大家电真不能买,也有人阴爱深恨地表示,几乎所有小米的黑粉都是曾经的米粉。 有网友发现,该博主的上述视频无法被推上热门,理由是当前内容不适合加热。 据该博主介绍,他拍摄了小米热水器的吐槽视频共四个,前两个已经被恶意下架,目前只有第三四个视频还幸存。 而第四个视频,是他拍摄来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。 但第四个视频中,博主明显不敢说维权的话了。 有网友在评论中调侃,终于是被公关了,前两期重新发了的也都删掉了,个人终究在资本面前低了头。 感觉突然画风就变了,太突然了,很难让人不怀疑你被公关了。 而小米方面对此事并没有任何回应,果然在中共的体制下,大家都学会了,做了坏事不让说,没理就封堵你的嘴。 电器出现问题进行售后,其实本来无可厚非,引发舆论进一步发酵的,是这款米家产品TP求是的售后服务和对消费者的社交平台内容一封了之的处理方法。 据维权视频博主透露,在经历了被客服指导换电池找天然气公司测试压力,更换天然气管线后,上述无法正常使用的故障依然存在。 为了让家人不再用冷水洗脸,该博主只能选择认栽,转而选购了其他品牌的热水器。 其实这不是小米第一次因为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争议。 小米和米家系列产品质量差的问题或由来已久,视频中一网友因迟迟等不到售后服务怒杂小米洗衣机。 还有网友一开始很喜欢小米产品,但在买了一个吹风筒之后,就彻底改变了之前的态度,开始吐槽小米产品质量。 他说,以前一直挺喜欢小米公司的,但是你知道吗,最近发生一个事,我上段时间办公室需要个吹风筒,我一看小米的宣传跟戴森一样,我就买了一个放在办公室,结果那吹风筒,你用手使劲按着它都不出风。 然后我就想,这可能是坏了,我就找小米官方的客服。 小米客服说,你从哪买的,你去找谁?然后我去找那个商家。 他说,售后保障过期了,我得联系小米公司处理。 哎,认识雷军的爱比下,就这个差劲的服务,还想着改变世界,还向乔布斯致敬了,垃圾。 在知乎平台上,有自称为骨灰米粉的消费者反应,装修时买家店,一次买齐了全线小米产品,但接踵而来的是反复被炸。 洗衣机坏了两次,空调坏了一次,扫地机器人坏了两次,洗碗机坏了两次,摄像头坏了一次,小爱音响坏了一次。 净水器的纯水都发臭了,却无法修理。 2022年,小米电视还曾经三天两头被爆出屏幕脱落问题,冲上微博热搜。 有网友称,电视机一过保质期就坏了。 小米,你给我退钱,你们电视用了三年就坏了。 保质期一过就坏了,聚修直接是主板坏,让每个人享受科技的乐趣,我看是让每个人享受垃圾的乐趣。 果然是雷军远程施法,我买你们的电视不是当摆设,天天供在家里面,我是要看的。 抛开你们的会员费不谈,就你们电视的质量已经让我很无语。 我不禁要问,你们的电视质量怎么会这么差? 我家用了20年的TCL,康家都没有坏。 新时代的智能电视三年就坏了。 抛开电视不谈,你们手机过了保质期也坏了,小米音响坏了两个,台灯也坏了一个。 我也要问,不能把产品质量提升上去吗? 你们还好意思在江苏省泰州市做广告说,小米电视质量好,一代能传三代,我看不是这样的。 据中国新闻网等媒体公开报道,当时小米两次对外回应,话术细节从最开始的个案,小概率事件, 到后期确认,两批次产品极少数设备,可能会出现屏幕开交问题。 最终小米称,将对出现问题批次的产品提供免费上门检修的方案,并延长保质两年, 也就是小米最终承认了自己产品的质量问题。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,有关小米产品售后问题的抱怨简直不胜枚举, 例如反映冰箱异响和发热严重,售后一周没有进展, 以及小米空调外积不到三个月就坏了, 小米售后和商家互相踢笔球,看着满满的售后单, 很多消费者感觉被小米割了韭菜,对小米失去了信心。 小米也曾因技术概念而风靡中国,被中国人称作中国的未来和希望。 小米手机也是中国划时代的产物, 2014年小米带着标志性的小米插座进军物联网, 随后几年小米继续在物联网的浪潮尖端起舞, 给很多使用小米的国人带来了不一样的使用感受。 2016年米家生态概念正式出示, 从路由器插线板剔须刀、牙刷摄像头, 到大件洗烘机、电视冰箱。 时至今日,米家生态已经发展出很大的规模被看作优质国货品牌。 曾经能抓住技术控的心, 能够抓住时代浪潮机会的企业, 为何会无端地在社交媒体上陷入这么一场舆论风波呢? 最主要的原因,当属小米的贴牌生产模式。 曾经和雷军立下十亿赌局的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, 就曾公开称,小米的家电基本是贴牌生产, 据媒体报道称,董明珠曾在一档央视节目中表示, 格力电器是重资产,而雷军是轻资产模式, 二者的比较不在一个平面上。 董明珠认为,雷军和小米基本上是叫别人给他贴牌做, 如果小米像格力这样的企业自检工厂是比不过的, 但小米贴牌并非简单的代工和品牌授权。 例如天眼查数据显示, 米家生态中白电的重要生产商, 宁波吉德电器有限公司, 其股东包括小米旗下的投资平台, 天津金米投资合作企业。 小米所谓的深度参与加贴牌模式, 在网络上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。 在知乎平台上, 有博主认为, 小米家电不仅仅是贴牌的, 其中一些产品, 小米是要参与全程研发生产, 因此小米所谓的贴牌,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贴牌, 但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, 贴不贴牌并不重要, 重要的是买回来的产品质量过关。 消费者愿意购买小米的产品, 是因为对小米品牌的信任, 认为小米所代表的就是质量过硬的优质国货。 一旦消费者开始质疑小米贴牌生产, 实际上就是对于小米产品质量的怀疑。 虽然说贴牌货不能和质量差化等号, 但被质疑就说明小米没有把好的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。 网上对于小米家电产品的质量投诉和抱怨不绝于耳, 但小米这块业务的毛利率却在提升, 特别是在米财报中显示, 环比来看, IoT与生活消费产品的收入从2023年第一季度的168亿元 大幅增加了32.2%至223亿元。 就有网友质疑, 小米家电质量差, 为什么业绩还会有大幅增长? 网路上有声音回答并感叹, 二季度的高温频器成了小米业绩大增的帮手, 其实从数据来看也可以找到原因。 2023年中报显示, 小米IoT与生活消费产品部分毛利率从2022年第一季度的14.3%增加至第二季度的17.6%。 小米公司财报分析指出, 这主要是因为若干生活消费产品的毛利率提高, 以及平板电脑等毛利率较高的产品增长强劲所致。 其实也就是说, 在消费并没有大增的情况下, 过于追求降本增效, 有可能才是业绩增长的主要部分, 也有可能成为质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。 其实从2022年的年报中, 我们也可以看出, 曾经一路狂飙的小米, 这几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发展速度都越来越慢。 2023年3月24日, 小米集团交出了2022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财务成绩单。 2022全年, 小米实现收入2800亿元人民币, 同比下降14.7%, 年利率25亿元, 同比下降87%, 经调整净利率85亿元, 同比下降61.4%。 从具体收入来看, 小米智能手机业务2022年实现1672亿元收入, 同比下滑19.96%。 IoT与生活消费产品业务实现789亿元收入, 同比下降6.1%。 网机网络服务业务实现283亿元收入, 同比增长0.4%。 与此同时, 小米在印度的布局惨遭挫败, 投入与输出不成正比。 小米在印度为了迎合印度制造的要求, 大部分手机在印度制造, 然而由于印度的手机生产链不成熟, 不完善, 为其代工的富士康印度工厂, 产能不足等原因, 导致其在印度市场制造的手机远远跟不上需求, 而随着印度智能手机市场成为印度第二大市场, 目前华为也计划加大进军印度市场的力度。 华为正是在国内给予小米重创的企业, 华为的进军也使小米市场受到威胁,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抢占市场。 另外,6月9日, 印度执法局发布扣押了小米 共555.1亿卢币资金, 约合人民币48.2亿元。 印度当局对这笔资金扣押的理由是, 指控其向外国实体非法转移资金, 涉嫌违反该国外汇管理法。 据消息称, 这次是印度当局迄今为止最大数额的扣押。 这次通知获意味着, 上述冻结资金将被正式没收, 相当于小米去年一年全球利润的57%, 印度9年经营利润总额的6倍。 这笔巨大的资金被扣押, 对于小米的经营持续性无疑是雪上加霜, 但即使损失惨重, 小米也不想放弃对印度市场的抢占, 反而还在加大投入。 小米经营状况更加令人担忧。 为了走好新能源发展路线, 小米在造车的过程中投入了太多的沉没成本。 据数据显示, 2022年小米对智能电动汽车等创新业务所投入的费用为31亿元, 全年研发支出达160亿元。 5年研发复合增长率达到38.4%, 研发人员占比进一步扩大至占员工的近50%。 自2021年3月30日, 小米宣布造车以来, 其股价已经从每股25.75港元跌至3月24日到每股12.44港元, 市值跌超51%, 2022年四个季度, 小米当期净利润分别为5亿元、13.65亿元、 -14.7亿元和31.4亿元。 其中小米汽车相关费用分别为4.25亿元、 6.11亿元、8.29亿元和12亿元。 抛出这部分的影响, 小米当期的净利润可以增加85%, 45%, 56%和38%, 可怕的是即使这样的情况下, 小米对造车的投入与同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, 将2022年小米汽车四个季度的研发费用等投入, 与同期ET队的魏小李的研发费用进行对比就会发现, 小米的投入仍处于落后水平, 这也说明了想做出更好的车, 小米就要投入更多的钱, 这样的情况要一直延续到明年小米汽车上市, 与此同时在手机业务中, 小米跑输了国内大盘, 根据Canales数据, 今年一季度,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跌13.3%, 而小米则是同比减少了21.1%, 另一层面在智能手机业务上, 这些年小米将高端作为了战略重点, 但所谓的高端战略收效并不明显, 根据财报数据, 一季度小米智能手机出货均价1,151元, 也就是说, 如今小米智能手机业务还是以千元机为主, 或者说还是千元机的底色, 更悲观的是, 去年同期小米手机出货均价为1,189元, 也就是到了今年, 出货均价还降了, 降了3.2%, 手机业务市场低迷与同期华为OPPO手机相比, 销量惨淡, 新能源车市场压力不容小觑, 以性价比为优势的小米, 无法比过理想品牌的细分市场, 未来品牌的服务, 极客品牌的性能, 以及小鹏品牌的智能化, 再加上在物联网中, LOT米家家电质量问题的频发, 让小米的全线产品都处于落后状态, 在越来越复杂的竞争环境中, 小米无法以自身突破重围, 便开始展现自己的初心, 试图说服消费者。 据公开报道, 9月25日, 小米举办核心干部大会, 公布了新十年的奋斗目标和科技战略, 雷军发微博称, 小米价值观真诚热爱, 是不变的总网。 雷军还进一步阐述了真诚热爱的八个方面, 首当其冲的就是和用户交朋友, 但短短几天后, 热水气风波便爆发, 让消费者再难相信小米的初心。